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吞去了身上所有的衣物 正准备翻云覆雨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问我 说亲爱的 我是不是胖了 Oh my god 在那0.36秒的瞬间我突然想 我想着如果我说了实话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于是我非常惊讶地说 胖 我的女朋友脸上呈现了一丝喜悦 但是她非常冷静地说 你是不是为了讨好我 才故意说善意的谎言 大家 我是学戏剧的 主修表演 说相声的 说谎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根本是一块小蛋糕的事情 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 我没有说谎 到底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应不应该说善意的谎言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好的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 对 就不让另外一个人进来 有没有 欢迎我们的特别来 好好好 对大家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一开始今天是我一个人在那边 不让朋友讲 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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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换主持人 好了不要闹了 我们其实阿乐今天是盛装而来 好 然后欢迎我们的阿乐 好棒喔 还有超贴 所以这一软很小说的 不要 你这样你手很大点喔 牌雘到 登登登登登登登 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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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開開 好聰明 哇塞 對 如果天庭有你這樣子的女才神 真的是天庭一團混亂 大家都被裁員 裁員滾滾 裁員滾滾 對 我想首先大概二郎神 跟天鵬元帥就會為了你搬臉 我也覺得 那我趕快 這個財神嘛 就在地上 發紅包啊 看誰要撿啊 好可怕 欸 冥魂 等一下 冥魂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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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到 我打 等一下 你要不要猜看 你要不要猜看 你拿著 你看裡面有什麼 阿樂頭不敢往下滴 欸 欸這可以嗎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的天 是什麼 是什麼 很可怕啊 超可怕 你自己看 大家自己看一下 這個 好看 這個 是什麼 很扯欸 阿樂你開這個玩笑 真的讓我們現場 現在連導播什麼的 大家都陷入一團 一團疑雨 沒什麼 欸 我準備很久欸 什麼意思 這有時候這個玩笑開的 你長到這麼長需要很久 我剛剛拔了幾桌毛 在這邊 那叫真的結婚了欸 沒有 對啊 畢東賺到我畢東 我的毛 拿低一點 可以了 可以 沒事沒事這不用特寫 沒事 毛不用特寫 投獎接觸的意思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 我們的張立東終於是得場所 他是財神啊 他是財神啊 還好你今天辦的是財神 對好 因為我其實是昨天生日啊 對所以呢今天就辦財神 就是讓大家喜氣分享出來 對 還好是財神 對啊 如果你今天穿的是鳳關俠批的話 那真的 張立東 他會嚇死 他真的會嚇死 不是算 嚇死 嚇死 人家已經這麼表白了好不好 對 多少給人家一點機會嘛 算了 好 我們要回去好好培養 好 來 就是阿樂來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現在男生跟女生 在戀愛當中 這種善意的謊言 到底會有哪些 可多了 我來講一下前五名好了 好的 第五名呢是 我真的沒事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吧 沒事就有事 沒事就有事 不要就是要 沒關係就是有關係 對 對 但是有時候不要是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對 對 然後呢第四名是 再等我一下就好了 對 但是通常應該也會等一個小時以上 不要化妝啊什麼的 我出門的還在化妝 你很懂耶 好 然後第三名是 我下次絕對不會 可是我覺得這好像男生蠻常說的 什麼男生 這是小孩子常說的吧 媽媽問這一局起來 我下次再也不會 對 然後下次 然後第二名是 跟我說實話 沒關係 我不會生氣的 對 不然說實話就死定了 然後第一名 哇厲害了 我剛吵了 什麼 什麼 不是 不是 不是很開心耶 他剛剛講的是什麼 他的音調比較 比較威脅一點的方式 你以後會聽得到嗎 對 我11秒已經聽過了 蕭不丁他已經聽 這是謊言 是從你口中說的嗎 不 不是 別人啊 他當然也聽過了 對 張立東的本事我們都知道 反正這是專屬於女性的貼心 對 OK 其實我覺得啦 男女之間 你說一點這種所謂的善意的 不要說男女之間了 對父母啊 對子女有時候都要說一些 善意的謊言 對 我很常對我父母說謊言 你說什麼 就例如說 就是身體有顧好啊 什麼的啊之類的 這一種 其實自己躺在床上 胃痛得要命 還在跟媽媽講說 媽 我沒關係 我沒事啦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討論 到底男女之間在交往的時候 有情侶該不該說善意的謊言 沒有 現在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愛賓 首先讓我們歡迎林黛 大家好 我是林黛 再來歡迎張立東 東東 再來歡迎董子定 再來呢 歡迎我們的學生隊 第一位關紅文 大家好 再來是Ari 大家好 他掰咖 然後呢 你好 好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位林黛 他其實很紅嘛 他沒有來過 他沒有來過 但是來 但其實叫琳達 對 已經是琳達 琳達 對 琳達 因為很多人都念錯 為什麼念錯 有些人會唸成琳坦 琳坦 泰坦尼哥 對 然後不然就會唸成琳彈 因為他們只會唸鞭嘛 對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你小名就叫琳彈好了 這樣錯就錯 對 就沒有 但正確的話是琳達 答己的答 對 正確 答己 但已經再也沒有人叫他的 就是正確的 再也沒有人叫琳達 誰是誰 沒有人叫他琳達 琳達誰 其實大家注意一下這個答字 答己的答 對 答己的答 對 答己的答 最貴妃 恨包四 笑嘻師 還有答己呢 答己就厲害了 答己傳說是狐狸精變的 千年狐狸精 對 而且所以答己 該不會是小三吧 不是 答己當然不是啊 對啊 當初周朝就因為他而亡了 真的是無理啊 對啊 所以答己我們不能隨便傷害他 沒錯 要好好的尊重他 把他放在手心裡棚 財神也交給你 三千年前活到現在 千年老妖了 千年老妖 姥姥 千年老蛋了 對 但是我們還要麻煩我們這些 千年老妖啊 張立東跟姿子啊 幫我們分享一下我們的節目 好 分享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跟大家來定義一下 今天的我們的辯論 到底這個善意謊言 該不該說的定義是 男女雙方 或者是任何情侶 現在有同婚嘛 對的同婚 就情侶在交往當中 我們不要去討論到說 你對你的同學該不會說 你對你的同事該不會說 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就是情侶 情侶 好的 你怎麼了 煩 等一下 好 來 我們來分我們的正反邊 好 站在我這邊呢 就是情侶之間 該說善意的謊言 那我這邊呢 是不該說善意的謊言 好 看一下比例 覺得該說善意的謊言呢 是 然後呢 覺得不應該說善意的謊言 是32% 7比3 差不多了 對 好 來 我們請我們的藝人朋友 跟我們的專業辯手呢 來選擇一下到底該不該 請開始 請秒鐘 快 快 你們是這樣走啦 要自己搬椅子嗎 拜拜 你們 你們是 本來要遠離我而已吧 你完了 你幹嘛 沒你的事你幹嘛過來 好 好啦 好 我看今天這裡都不太好睡 對 這裡風水感覺不壞 這裡怎麼看 我覺得比較好看 等一下 我再說一遍 該說善意的謊言 站這邊 不該說才站在那邊 怎麼會是這樣 你們這幾位美女 動都不動 你們難道覺得 懶得動嗎 動不了 動不了 很想動 阿瑞是腳受傷了 對 難道覺得應該我就 老老實告訴你 你胖了 你肥了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女生好像都在這裡 對啊 那阿樂咧 阿樂呢 講實話又生氣 沒有 就男生愛說謊 對啊 說什麼變態 又生氣說 你說什麼遇到的不好 先不要吵 先不要吵 因為今天我是財神眼 所以呢 我的這個權力 不只是就穿這一套服裝而已 就是我手中有個金元寶 是 裡面有這種 5% 這什麼 3% 是 跟1% 就是我等一下每個階段 我心情好 我覺得你說得不錯 我就可以給你一個加分的 大家先賄賂 目前我們沒什麼機會了 不要這樣講 等一下 但是啊 但是 假設你今天呢 就是博取到我的這個 就是同期 對 或是讓我開心 開心 最後我會舉一個正反方的牌子 那一個牌子可以加10% 喔 喔 對 只要一個人可以加到10% 快點 祝願我 祝願我 好嗎 祝願 全力打掃最重要 我總算懂製作單位 用心良苦讓你穿這身衣服 是 第一個是辛苦你了 第二個是讓你有這麼大的權力 來為他們來做辯論 沒錯 好的懂了 來 我們就先來看看我們今天的這位 這六位辯士 他們的深論的內容是什麼 好 首先我們先請我們的比例少的 反方 來請開始 Ari請開始深論 好 各位好 要先看善意的謊言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今天我們的題目 在談善意的謊言 其實我們可以說是 有一種謊言是自立的 有一種謊言是立他的 對 那我們先想喔 那種 聽太多了對不對 聽太多了 聽太多了 我們先想想最常聽到的 三一謊言是什麼 譬如說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 還在交往中 可是要分手卻捨不得 只好說 爸媽逼得迫不得已 所以我只好跟你分開 因為我們姓氏相同 爸媽說結婚不吉利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是譬如說 明明喔 就跟自己的前男女友在聯絡 可是怕另外一半擔心 擔心他知道之後會難過 就騙另外一半說 他只是我工作上認識的朋友 沒講幾句話 剛認識而已 這種時候 這種善意的謊言 看似於利他 看似於想要讓對方 不要產生難過或生氣的想法 那他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是逃避啊 因為你不知道要怎麼安撫對方 生氣或是難過的情緒 所以你才選擇用善意的謊言 來敷衍對方嘛 好 再看另外一種善意的謊言是什麼 是你以為真的對他好 譬如說他今天呢 在公司裡面上班 其實他能力超差 你卻來騙他說 寶貝你真的好厲害 創業的奇才 可是到最後呢 有可能誤了他一生 他萬一真的相信自己 就那麼好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不管你是自立 還是立差的善意的謊言 長期之下 他都是一種權力的展現 因為你隱藏了 對方所需要知道的事實 而這種事實呢 正是對於對方不公平的 也是我們不應該要說的 好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好準喔 作者比較強 有沒有琳達 我們這次也會辨識 非常非常可怕 真的太厲害了 對啊 他說你們是學生 學生 台大 社工系 大四 我們在幹嘛 還這麼 我們當啦啦隊 好不好可以跳 別以為 別以為這邊張力的東西很強 你們必須要強大你們自己的心力 可以 可以的 好 下一位我們請 姿姿來幫我們順論 好 請開始 我這邊要說的是我覺得 三應的謊言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 想說只可以包得住火 其實只是沒有辦法包得住火的 今天一把火你用紙在包 一個謊言一個火 越來越多紙包 最後就會越燒越旺 然後變成 紙包機會好吃 紙包機會好吃 然後火質越來越大 對啊 就會一發不可收拾了 尤其各位你們現在身為藝人 看到最近這麼多新聞 紙包不住火的 你們還不覺得可怕嗎 非常可怕吧 新聞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 對於情侶兩個人在一起 之間本來就不應該要有 善意的謊言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誠實地面對對方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到時候如果真的 真相真的出來了 對雙方其實都不好看 而且會變成傷害更大 倒不如一開始我們就直接告訴對方 真正的事實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我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在一起了 然後浪費彼此的時間 再來就是剛剛 Ariel有講到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說話 會怕對方生氣 我說你真的變胖了 我說你哪裡不好 我是因為怕你生氣 如果這樣的另外一半 說真的不要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跟你在一起的話 我告訴你真正的實話 希望你更好 結果你反而生我的氣 那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人也不會再進步了 兩個人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為了 兩個人在一起可以進步吧 我跟你在一起 我還一直退步 然後變得更爛 那我跟你在一起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今天一定要用善意的謊言 去讓對方覺得說我很開心 但是我繼續爛下去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一起爛 我覺得其實 這樣子對彼此來說 是沒有更好的 所以善意的謊言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 治標不治本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時的好 現在我覺得很舒服 其實你是自私自利 為了自己舒服一點 所以去說謊 但是對對方對彼此的感情 是沒有加分的 太厲害了 我先給他一趴好了 是不是太快了 太快了 子子講得挺好的吧 很厲害 他平常也就很會說話 真的 就是正常發揮而已 所以就先給一趴嘛 OK 對 先給一趴 你怎麼把自己弄得像皇上 沒有 因為我發現我剛剛靠不下去 我只要我掛在這邊 OK OK 好 你給他加一趴 對 一趴 一趴還好吧 增加我們工作人員計算的辛苦 計算的難度 OK吧 好 OK OK 來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反方 下一位 關紅文 請收論 大家好 謊言就一定是謊言 但是善意是說的人決定 還是聽的人決定 其實是說的人決定 他覺得他在說善意的謊言 那就是善意的謊言 所以很多時間管理 他們最擅長的就是 無縫接軌的時候說 其實我們之間不適合 我說的是善意的謊言 所以這個題目 真正要討論的事情就是 我到底能不能夠接受 被伴侶自以為善意的騙呢 我方認為不願意的 原因很簡單 當今天其實有七成的人覺得說 可以說善意的謊言 但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認為伴侶會開心 可是有三成的人認為說 我不願意聽到善意的謊言是什麼 是我想要聽實話 其實說老實話 善意的謊言像什麼 他就像是一個美肌濾鏡 開到最強的那樣子的一個濾鏡 你照的時候你會很爽 甚至於他像是一面魔鏡 他告訴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可是呢 改天他會跟你講說 最美的女人其實是白雪公主的時候 你會發現善意的謊言 往往是包藏禍禍心的 我方不否認善意的謊言 有它的好處存在 那個好處就是在於 你如果是一個早餐店的阿姨 你如果是一個服飾店的老闆娘 你可以跟你的客人說 你很漂亮 你很帥 那沒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善意的謊言 是對外人說的 是對客人說的 但不是對自己人說的 我們希望早上的時候照鏡子的時候 不要看到虛假的自己 而是看到真實的自己 以人為盡可以名得師 我們希望我們的伴侶 是告訴我真正的自己 你照鏡子 OK 我覺得今天因為有定義 剛剛阿樂還講說 這幹嘛要定義 我覺得有定義很好 為了他設計的 真的 因為如果說大家想想 剛剛以這個觀宏文的聲論的立場 那只要有一方講說 那你難道你爸爸 你媽媽如何如何身體不好了 你不給他說個善意的謊言 就一下把他嘴堵死了 真的耶 對 就定義在交往當中 很重要了 可是我們居然有我們的網友 Miranda 她為了另外一句 觀宏文你有考慮當政黨發言 好 我們希望觀宏文 將來有機會往政治之路走去 加油 好的 來 就是我們公元的這個發言 接下來就是請我們的琳達 來 請聲論開始 好 我是支持一定要不要說謊的 好不好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一定要說實話 我的實話就是我沒有被稿 我現在開始我會全程這樣看稿 直接講 好 我個人認為交往的時候 是不可以說善意的謊言 為什麼呢 因為不管是不是善意的出發點 謊言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會帶給人很大的傷害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今天我另外一半 他的精神可能很好 可是他就會擔心我醒的時候 必須要應付我 那今天他就跟我說 那我要先睡囉 我可能要早點睡 明天要上班什麼的 那他就自己先睡 因為他想要有自己的時間 那他就會讓我覺得 我心情不好 那如果他今天成熟的話 告訴我他叫我閉嘴 老子要打電動 喝酒 我怎麼可能不會生氣 心砸了 是不是 所以善意的謊言呢 雖然說是比較體切的出發 但是說謊就會養成一種習慣 假設今天我沒意會到 你在說善意謊言 一直傻傻相信你在說的每一句話 結果我胖了也不自知 一直傷害著你 也沒感覺 你認為我們這樣的感情 可以維持多久呢 善意的謊言呢 就是違心之論 一段委屈的感情不會堅定的 我沒有說謊 我真的沒有看稿 太強了專業主持人 可以 妳看你們三個看到了 他想把他換走就是 他這是因為聲論的關係 他怕自己有一些 詞不達意或講錯的地方 被抓 對 被你們抓到小辮子 張立東也不厲害 走單弄也抓很羞 對啊 一直在那邊旁邊 很小 所以說不定待會兒質詢他 他說他臨時回答你們 就很厲害了 對的影響我們 對 來 我們現在剛剛是我們的 反方的聲論 是 現在我們看看我們的 正方的聲論 首先歡迎走單弄 聲論請開始 好 今天時間有限 講重點 康德是哲學教練 等一下 停時間 先暫停一下 這哪裡 今天時間有限 哪一次不是一段半鐘 哪一次不是時間有限 不是 妳的開場白有意念念 請問我這個是可以扣趴的嗎 誰說 我先不用 我先給他房太陽 我先所時間有限 他快要討論 對 財神 財神也是用來加分 我今天真的很緊張 加分了 不是扣了 財神也挺激怒 我真的很怕輸今天 來 請開始 好的 哲學家康德說過 做任何事情的好壞 判斷取決於動機 善意的謊言 出發點是為了好 那我們等等再討論是為誰好 所以他的出發點是基於善的動機 所以他是一個被允許是善的行為 那到底他的出發點是怎麼來看呢 在出埃及記就是一個宗教的故事裡面 講到那個時候在二戰的時候 想要槍殺猶太人 可是這時候他來敲門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們猶太人 他說沒有啊 我們這裡沒有猶太人 他公然的說了一個這個大的謊言 可是為什麼被大家同意 因為他講得很清楚 什麼叫做善意的謊言 叫做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 所以呢這個是神學家說的不是我 所以我們套用到剛剛Ari的例子來說 你不要跟我分手這件事情好了 我不要做假見證陷害你說 因為我覺得你長得很醜 你長得很胖 我想跟你分手 我用一個最不傷害你的方式 來告訴你這件事情 因為不論我怎麼說 你都會生氣 你都會有你的立場 不然為什麼今天的投票 第二名會是這個原因 就在這裡 然後身為本節目的顏值擔當的我本人呢 我在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然後你在跟別人 你不要把他講這句扣文啊 打來問你說 你上幾個通告啊 可是你只有一個通告的時候 你不可能跟他說 你就會跟他說我很忙 我很忙 這時候你不可能跟他說一個通告 因為你正在讓他擔心 所以我們是不希望他受傷 我們也不希望他過多的擔心 所以他的出發點是以 不做假見證傷害人 而我們鼓勵大家要用正向的方式 在這個疫情當代的年代 一起吸收努力好嗎 不要像對面一樣這麼的負向悲觀 都覺得要講一些謊話這些事情 我們是善意的 OK 好 我是覺得他應該平常 有聽很多善意的謊言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是言直擔擔的 到底是誰跟他說 他不想給自己的 他不想過來 你不知道那個佐丹奴小時候 他小時候很小時候 就聽過一個謊言 就是他媽媽告訴他的 他媽媽說的 哎唷 你好可愛喔 我還成熟 對啊 他媽媽就在告訴他了 好嘛 合理 好 請我們另外一 藝人界辯論的顏值擔當 來了 雙顏值耶今天 我說實在的 雙核心給你 對啊 整個就是天走圈場 我說實在的 因為我真的滿喜歡張立東的啦 但是因為長相還是內涵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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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跟我一樣 雖然我們都不屬於帥的人 但是可以 好 那我 我把他站起來 好像我就下去了 你會比較開心 顏值擔當 不代表你擔當的是高顏 我沒講高顏值擔當 我們是顏論的顏 對 顏論的顏 對 合理 來 張立東生論請開始 好 相信大家知道 父母親把你辛辛苦苦的帶大 所以說你要珍惜你的生命 那為什麼我們要說一些 善意的謊言 善意的謊言 其實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美顏 真的 就是你會喜歡用美顏相機 讓自己看得開心 所以講那種美顏的話呢 讓聽的人他就會很開心 那你呢 因為我們 你也知道像我這種顏值 我們要交一個女朋友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是白搜起家 好不容易追到手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因為講錯幾句話 然後斷送我的幸福 斷送沒了 吵架 然後我如果說錯一句話 我要花兩三倍的時間 再去安撫她 然後讓我們這個感情走下去 我覺得相當不值得 然後我要舉個例子 就是我那時候有個交往 一陣子的女朋友 然後好不容易 她就請我去她家吃飯 然後她的那個媽媽 也做了一桌的菜 很豐盛 然後請我吃 然後我就一家 我記得那個什麼 客家小草 然後一吃 然後她媽媽就說 怎麼樣 那個豆干就是乾 很乾 然後我就 你也叫豆干 這個真的有家的味道 我講家的味道 我並沒有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我再吃一口那個魚湯 你知道嗎 喝了一口 我心裡是好新 好新到我不能講好新 好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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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善意啊 對 然後我想請問 我這樣講了是不是整個都和熱融融 我在她心目中也很好 然後很會做人 重點是我想反問那個媽媽的爸爸 她也很辛苦啊 她吃了這麼多難吃的菜 十幾年二十幾年 她有講過半句話嗎 她沒有講 她選擇維持這個幸福的婚姻 所以說善意的謊言 是必須要的 推給大家 這個大愛的社會 一起迎向美好的明天 你連吹都吹不出來了 太荒謬 哈囉哈囉 你生日 我有帶一個生日禮物給你 真的假的 你猜我帶什麼 是認真的嗎 你帶什麼 你猜我帶什麼 我大愛你 要過分了 你要過分了 我們現在看我光光 他滿好笑的 加三分好 可以 不錯 漂亮 可以 有機會 你有機會了 川立東 我相信這是一個善意的回應 但是不是謊言不知道 對 對 你表白那麼多次了 他真的給你一個善意的回應 人家才加1% 你加3% 現在馬上就先贏2%了 三倍券的概念 三倍券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雙方 這個要不要趕快做 他嚇壞我了 對 嚇壞我了 讓你們有正前倒戈的機會 來 子子 琳達 Eri 冠宏文 然後各位 張立東走在那裡 有沒有機會 人數上的變盤 對 請開始 有沒有要換當 我們三開雙臂真的還你 真的還你 真的還你 手搭手你過去 可是我真的覺得 可是我真的覺得張立東想過來 張立東想過來 張立東 張立東真的滿想過來 我們就來個臉 那你過去三趴過來 那你過去三趴過來 三趴過來 三趴過來 張立東帶三趴過來 不是 應該是你一趴過來 我們這邊臭四趴 你三趴帶三趴過來 三趴過來 來不及啦 來不及啦 我帶走好了啦 來不及了 是 所以大家現在動不動 不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比例是多少 好 那覺得呢 該講善意的謊言 那是65% 那覺得不該的是35% 但是35%這個是上升了3% 不是 他們加的 現在加的還沒加進去 對 加的是最後才會加的 但目前就是觀眾的投票 所以觀眾投票已經認同他們 已經讓他們上升3%了 不是 不是 他們認同環方 對 好 我們剛好 我一直想站在你們這邊 對啊 好不好 沒關係 後面還有機會的 對 五大謊言 你有沒有先說 有沒有說過任何一個 好 我再說一下剛才那五大謊言 有沒有 我沒有說過任何一個 而且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說過我出門囉 其實還在家裡 絕對不會 因為我非常的準時 阿樂知道 我都會提早到 沒錯 那今天去問的哪 你有假裝提早到嗎 沒有啊 我都提早到 我是說另外一個 什麼叫假的 你懂我問什麼 你懂我問到 我是覺得你們的人格 真的是很有問題 對啊 為什麼要說謊 然後見前女友 對啊 老實說見前女友 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 對 婉轉的假 沒錯 坦白從寬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一對情侶 他們就以自己要往期間 為什麼 你為什麼 為什麼 你為什麼 要去見前女友 對啊 我沒有辦法幫你 為什麼要吃掉 就是 我們別人的招 你見前女友 然後會認為說 你要說謊 你先不要講話 我要講了 我們就以今天的新聞 Selina跟她十年前的前男友 合作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談正事 可以了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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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以了 我第一個就跟你講 要見前男友或前女友 你就已經沒送 我還要納國時間 那你要幹嘛 而且他們還變成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 變成工作的partners 第一個反應 我說我要見前女友 你說為什麼要見前女友 請問你就去生氣 你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還說 你剛剛不是這樣演的嗎 我哪有說我這樣子講 你就這樣子演給我看 對